1911年10月10号 辛亥革命在武昌起义爆发 推翻满清统治 最终结束了中国2000年的封建地制 建立了中国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 就是中华民国 在历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76年10月10号 谢东明于台湾省主席任内 收到由台独运动者王信南记的炸弹邮包 在拆封时炸弹爆炸 左手受伤严重 被医院动手术切除装上一支 谢东明因此失去左手 两年后他出任首位台籍副总统 2006年10月10号 国庆典礼导贬群众进入活动现场 大喊陈水扁下台 当时的总统陈水扁正在演讲 现场一片混乱 想表达导贬诉求 却让国庆典礼整场失交 哈喽大家好 我是乃鱼 要教给大家两个任务 第一个华世新闻的脸书专页 你按赞了吗 还有华世新闻的YouTube频道 赶紧订阅起来 还要记得按赞 开启小铃铛哦